男人在百米高楼架号狙击枪 直接扣动班机将总统一枪爆头 接着把武器装箱潇洒离场 可奇怪的是 回家后男人却发现被射杀的总统竟然没死 甚至还玩好无损的出席活动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异响 竟是安全局和国际刑警杀了过来 男人见状立刻在门上射好机关 对方破门的瞬间 而男人则利用钩绳荡到楼下 成功逃离抓捕 被多方联合追杀的男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而被爆头的总统又为什么会死而复生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一部枪占爆爽的动作犯罪电影 全程高燃刺激惊险 堪称暴力美学鼻祖 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神秘组织将一群孩子秘密培养成顶级杀手 因为统一量产的缘故 所有杀手都被剃成了光头 服装造型也全都高度统一 唯一能将它们区分开的东西 就是后脑勺的那串条形码 轻轻一扫就能知道这名杀手的信息 可谓是非常方便 47就是其中的一个杀手 但他和别人不一样 是组织的超级王牌 从业多年无一失手 一套刺杀动作行云流水 客户指哪炸哪服务非常到位 这天47来到酒店吧台喝酒 一个美女见其气宇不凡 主动过来搭讪 但单身30年的47眼里只有杀人任务 对于女人根本不感兴趣 于是把美女晾在那里头也不回地离开 随后他回到房间 突然电脑提示有客户下单 由他出马的单子一般非比寻常 经过查看发现 竟是暗杀前苏联的总统大壮 不过47可不管对方身份是否高贵 也不管是善是恶 只要钱到为什么事都不叫事 很快他就联系组织接下单子 为了完美完成这笔订单 47开始制定暗杀计划 幸运的是 大壮作为总统经常出席各种会议 只要他能出门 一切就都好办 第二天 47来到离大壮必经之地 3000米远的废弃大楼 挑选了一个绝佳的狙击位置 记者正采访着大壮 一声枪响过后 旁边的保镖应声倒地 下一秒 随后完成任务的47 迅速将武器收好 接着潇洒离场 剧烈的爆炸将做完工具炸得粉碎 现场什么痕迹也没留下 王牌出手就是靠谱 回酒店的路上 47满心欢喜 等着奖金到账 谁料组织突然发来消息 表示这次暗杀竟然收到了投诉 其因是暗杀现场有个目击者 47想的头发都掉光了 也想不明白 自己爬那么高 怎么可能会有目击者 然而组织却表示 经过核实情况属实 接着将目击者的照片发了过来 而这个人竟是大壮的情妇小美 虽然发来了照片 但47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可客户一再坚持 47只好售后前去杀死小美 好在这次暗杀对方 没要求不能留下目击者 所以47准备在车水马龙的街道动手 紧接着 47带好装备来到小美身边 可两人对视了半天 什么也没发生 因为小美看她很陌生 没有丝毫慌张 按理来说 目击者看到杀手会吓得疯狂逃窜 很显然女人根本不是目击者 这也说明客户是故意的 怀疑对方想花一份钱杀两个人 这不是纯白嫖骂 就在这时 这里竟又出现一个组织里的杀手 而刚才那枪明显是冲着47来的 看来有人想要她的命 47趁乱快速回到了酒店 随后她联系了组织 质问为什么会派杀手来刺杀自己 谁料组织不做回复 反而将其臭骂一通 表示47刚节的任务失败了 要给她降薪 目击者没杀死就算了 她竟然连大壮都没杀死 对方就只说了点小擦伤 47一听瞬间猛了 她清清楚楚记得大壮被自己一枪爆头 头都碎成那样了 按理来说 华佗在世也就不活她 于是她不信邪地打开了电视 却发现大壮竟真的又出去参加活动了 而且脑门贴块小纱布完全不像有事的样子 好在47脑子转得够快 瞬间意识到自己被人利用 成了计划的一环 为了搞清到底怎么回事 她问组织下单的客户是谁 然而对方却表示 客户的信息是绝对不能透露的 这也是他们口碑一直未居榜首的原因之一 接着竟直接挂断了电话 与此同时 俄罗斯安全局和国际刑警正在赶来的路上 其实国际刑警早就盯上了47 可她每次杀人都不留痕迹 而且神龙见首不见尾 国际刑警到现在连她的头发丝都没见过 队长老白更是为此事交头烂了 不过这次前苏联总统被刺杀事件后 竟有人向他们提供了47的所在之处 为了将其抓拿归案 老白带了大队人马 然而正在商讨如何行动时 俄罗斯安全局也带人来到了这里 他们根本不管3728 准备直接火力强攻 反正誓死是活有东西交差就行 另一边 47在组织的好友私下联系她 表示要刺杀大壮的客户就是她自己 47听后一脸懵逼 再三确认大壮花重金是为了自己杀自己吗 好友给出肯定答复 这给47整不会了 就在这时 安全局的人已经来到了门口 可47作为王牌杀手非常谨慎 很快就发现外面有人 于是赶忙在门口设置了机关陷阱 在他们破门的一瞬间机关触发 而47则快速拿着武器从阳台撤离 用钩绳直接荡到了楼下 接着将事先藏好的双枪拿了出来 此时老白等人听到爆炸迅速带人前来抓捕 然而手握双枪的47根本不怂 凭借高超的作战技巧杀死多人 随后来到电梯警握着电梯绳一跃而下 解决完电梯里的人后 轻松逃出了酒店 一想到自己被人算计 47就七步打一处来 为了搞清楚大壮的事 他准备去问问目击者小美 紧接着 他乘车来到小美住的酒店 想到女人都喜欢花 47带着玫瑰 搬奏小美的追求者敲门 对方一看到花果然毫无防备 打开了门 轻松拿下小美后 47问大壮的事 他知不知情 小美其实和大壮的关系不怎么样 大壮有很多变态嗜好 经常变着花的折磨他 于是小美告诉47大壮有个替身 听到这里47全明白了 原来大壮怕被杀就找了个替身 但替身做久了竟然想谋反 为了成为正主 他花重金下单47去杀死大壮 如今大壮已死 他就是真正的总统 不过这件事的知情者也不能活着 所以他便设计想除掉小美两人 然而47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47准备复仇将大壮的替身杀死 可替身形势很谨慎 一时半会儿还真找不到突破口 不过经过调查 47查到大壮还有个弟弟二壮 于是便决定先整治二壮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突然想到小美还没处理 原本47想直接杀死他 但一想到他也是个可怜人 也没做过什么害人的事 而且他长得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导致47根本下不去手 最终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那就是不杀小美 直接带着他一起去找替身复仇 另一边 老白为了抓到47煞费苦心 竟然同意和安全局合作 在机场和车站布下了天罗帝王 就等着47要离开俄罗斯时将其抓住 然而部署好一切 老白突然想到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47很可能从头到尾就没想过离开 而是选择继续留在这里杀总统 不过去哪里都要坐车 就在这时 47带着小美来到了车站 不过替身为了杀死他们 竟用花钱下了好几单 组织的杀手也在此等候多时 但因他们全是光头 而且外形相似 47边借助这点换了身衣服 成功上了车 但万万没想到 替身真是下了血本 车上竟还有好几个埋伏已久的杀手 几人拿枪护指 谁也不让着谁 但同时谁也不敢开枪 想到再怎么说 他们也是出同门 本着公平的原则 几人经过商量 决定用到来定输赢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这时候就能看出王牌和普通的差别了 47几招就将两人打倒在地 仅剩的老黑现状快速攻了过来 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从车厢打到了外面 但47还是更胜一筹 最终老黑不敌被杀 随后47将尸体打包钉箱藏好 就在这时 老白带着手下赶了过来 但手下刚露头就被擒 而面对老白 47也没有心思手软 上去就是两枪将对方打倒 可老白阴穿的防弹衣竟然没死 47健壮上前准备补枪 突然小美求情让他收手 47犹豫片刻竟真的放下了枪 随后他准备前去挥回二状 二状因有总统哥哥撑腰 经常为非作歹 走私军火倒腾面粉 什么都干 总之不是个好人 而且他早就被美国中情局 视为眼中钉 为此47联系中情局提出合作 他帮忙杀死二状 这样中情局就欠他个人情 今后若有难需无常帮一次忙 最终双方一拍即合 紧接着47半座客户找到二状进行交易 没等现场众人反应过来 47手持双枪一顿扫射 二状的小弟健壮奋起反击 现场瞬间乱作一团 但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 47连掩体都不需要 神挡沙神佛挡沙佛 直接在枪林的雨中任意穿行 最终成功杀到二状面前 二状气的大骂有黑幕 得知二状被杀 提神知道有人最翁之意不在酒 很可能是冲着他来的 虽然不想管 但碍于自己是个公众人物 他还是来到了二状的葬礼 不过他也不是毫无防备 他早就通知了安全局 让对方在葬礼上派重兵防守 不仅如此 提神还非常丧尽良心 为了彻底消灭47这个隐患 他竟让人准备了很多毒气瓶 根本不管葬礼上民众的死活 想着47赶来就让他有去无回 然而47作为专业杀手 怎么可能莽撞送死 将小美安置妥当后 47闯入安全局局长家 将其绑了起来 接着威胁 他在葬礼上杀死提神 否则自己就杀死他全家 就连二表姑父的小舅子 都不放过那种 局长也是个聪明人 毫不犹豫就选择帮忙杀提神 很快 大壮的提神赶到了葬礼现场 刚讲了没两句 由于防弹玻璃的存在 提神没被当场射杀 而是让保镖热了个毒气瓶后 快速撤离 此时一个士兵突然来到后方 进二话不说 直接拿枪疯狂扫射 前后没用两分半 所有保镖全部倒地身亡 接着士兵来到提神面前 摘下防毒面具 没想到他竟是四十七假扮的 另一边 老白得知四十七会来 带了不少人将葬礼会场包围 与此同时 四十七拖着替身前往主教房间 这是他给对方千挑万选定下的死亡之地 然而 刚一进去就遭到杀手袭击 没想到 这里竟还有组织派来的杀手 两人直接扭打在一起 虽然招式看起来大差不差 但王牌就是不同凡响 很快杀手就被四十七杀死 就在这时 守在外面的老白发现了不对劲 于是赶忙带人冲进葬礼现场 另一边四十七让大壮替身发表一下临死感言 此时老白叫来的直升机冲着物力无差别扫射 四十七剑状连忙躲闪 而替身则被打成了筛子 看到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活口 直升机便自信地飞走了 然而 事后一枪位中的四十七从书柜底下钻了出来 突然老白带人破门而入 可奇怪的是 四十七并未做出任何反抗 老白抓了他多年 突然成功都有些不太适应 就在押送四十七回去时 前方突然冲出几辆车 拦住车队并将他们包围 一看对方竟是中情局的人 老白还在和对方交涉 没想到一转身却发现四十七早已没了踪影 而中情局问菜市场在哪里后便离开了 只有下老白一人在风中凌乱 接着中情局给四十七发去信息 表示他们两清了 随后四十七给小美游去了礼物 并一直暗中守护着他 影片至此结束 电影改编自同名游戏 男主外形和服装都很贴近游戏形象 眼神冷酷身形健硕 完全就是为这个角色而生 虽然是十几年前的老片子 但特效炫酷浮化到精凉 节奏很快没有任何Tony带水 一点不出现在的很多动作片 剧情简单易懂 全片没有血腥刺激的肉搏 大多数都是枪战 主角杀人没有废话让人看得就很爽 但主角光环有点强 影片结局设计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就连不尽女色的杀手也不例外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很不错的片子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请订阅我的频道